来 啦 她也留亲亲 就是欺负诱林 还有那几个男的女的大大小小的 自然是亲亲的帮手 眼前已经是够乱它了 这以来岂不是乱成家乱 是啊 爹 决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 请您不要因为新纯成见 而误会我的朋友 事实上他们也是幼灵的朋友和学生 幼灵也会很高兴见到他们的 我很怀疑 不要怀疑 试着从感情的角度去看好吗 他们固然是知识轻轻的没有错 可是远道而来的目的 难道没有对我的思念 对我的关怀吗 你们也年轻过 也有朋友 难道你们不曾因为 非常想念某个人 而有一股冲动的想去探望他 爹 您也有拜把之交吧 你让又归中密友的 是不是 那么热地体会一下现在的情形 其实不难理解 也并不复杂 他们几个男男女女 大大小小 都是很可爱的人呢 物以类聚 所以可想而知 轻轻也是个非常可爱的人 当然了 口说无凭 不过你们好歹也给我个机会 才好印证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嘛 嗯 就算证明了 你说的是实话 你便亡想怎么样 那么爹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可以住下来了 没关系 反正可爱也好 不可爱也好 都不能影响什么的 对不对 好了好了 算你有理 总而言之 你离家在外这段期间 确实靠朋友照顾不少 但就这一点 娘也不能不依你了 唉 好了 不过 我先跟你说呀 是朋友 我们一定会以礼相待 既然你口口声声说他们可爱 我们顾且相信他们会有分寸师大体 不会在你跟爹娘之间制造矛盾 导演冲突 倘若有之 那也是他们自己失了本分 到时候 你可别说爹娘不通情你 太太 清清姑娘来了 好了 你下去吧 是 你坐下来吧 是 不 太太 我 把头抬起来 让我瞧瞧 莫怪侍卫如此忠于你 你可知道他为了你 把咱们合家与画家闹了个天翻地覆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是 我是说 我知道她会闹 可我不清楚闹成了怎样 我 我对不起 对不起 太太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这次来 绝对不是来闹的 我只是 只是太想念失伪了 坐下 坐下 逢紧张 看来 你也不像是个刁砖的孩子 这我倒有点糊涂了 任我们好说歹说 世伟硬是要跟画家那边退婚 我当是受了你的影响 是不是 我 我 我早就知道自己是配不上她的 现在 我更清楚这一点了 太太 我只求能留在她身边 其他我什么也不计较的 你有这个想法 一切就好商量了 想象与真实的情形 到底有些差距 不计较的 我应该对你多了解一些 虽然世伟把她的遭遇都告诉我 但是 经过是那么的曲折 坦白地说 我只记得重点 其他的印象就模模糊糊的 据世伟说 你们是在半路上遇见的 是吧 是 原来家住在哪儿 东山村 在宛平县 那跟咱们北京离得不远 是啊 那个小草是你的妹妹吗 是邻居 我看着她长大 讲感情 她就像我亲妹妹一样 哦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听世伟说 这孩子挺可怜 尽受虐待 嗯 所以我才带她到傅家庄 去寻亲的 那么 你自己的家人呢 你带她走 你爹娘放心啊 我爹娘早死 早过世了 我同我大哥大嫂住在一起 然而他们居然放心 你就这么带着一个孩子走了 我们根本是逃走的 你们是逃走的 为什么 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 哪来的勇气就这么逃家远走 我 紧紧是为了帮小草去寻亲 嗯 怎么样 我母妹又为难你吧 她有没有对你很凶 会骂你什么的 没有啦 她从头到尾 对我都客客气气的 嘿 你瞧我就说嘛 大哥人那么好 她的爹娘也肯定是好的 那可不一定 不 是啊 像我爹人就很好嘛 偏偏生出我哥 叫这么凶 你给我闭嘴 你高兇吧 你快跑了 不用得跟你说些什么 就是些话家常啊 他说应该多了解我一些 这不是很好吗 看来他似乎不像外表那么严肃 其实满怀可轻的啊 是啊 怎么了 为什么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 没 没什么啦 我只是有点担心 不晓得自己 有没有应对不得体的地方 不会啦 就算有也没多大关系 又不是只见这么一次面 你住在这儿 天天都可以见面的呀 慢慢的就不会这么紧张了 应对也会自然得多 对 别为这种小事刚刚一回 要对自己有信心嘛 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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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文小草 好久不见你们都好吗 好 华老师 我们可想你了 真的 真的 老师教我们做的小玩意儿 刚讲的故事 教我们唱的歌 我们统统都没忘 是吗 嗯 你是个小小小姑娘 今天高高兴兴 高高兴兴 高高兴兴 聚一堂 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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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平常出现在我脑海里 人生的际遇 真奇妙 虽然我在扬州 只有短短的宿月 但却给我留下了太多 太深刻的记忆 成为一个 我毕生难忘的地方 嗯 三位 别来无恙 托福 托福 听说不久前 你和石榴定了亲 恭喜你们了 谢谢 所以说没有永远好不了的伤口 你瞧我 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你是个幸运的人 我现在真觉得 老天爷挺偏心的 好像对你们两位男士 特别的眷顾 瞧 世伟不也很幸运 有两个女人 一个为她千辛万苦 由北追到南 一个为她风尘仆仆 由南追到北 跟少迁一比 你自己说 你的幸运是不是更剩三分 我想她宁愿不要这么多幸运 因为幸运过了头 反而变成一种麻烦 一种负担 我们单独谈谈好吗 我的意思是 你愿意跟我单独谈谈吗 有何不可 咱们一块儿逛逛花园吧 老师老师 你也带我和小草一块儿去吧 嗯 这样吧 你们俩先去做一件事 找一些纸张 才成方方正正的 再找一些竹签 回头我教你们坐风车 咱们到花园去玩 好不好 好啊 这个有意思 走吧走吧 咱们快去准备去 嗯 咱们也走吧 好啊 好啊 现在我才明白 怪物都磨蹭了几个月 都解决不了问题呢 原来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都像你这么连连呼呼的 那要耗到什么时候啊 耗啊 我们也知道这事很困难 可是青青已经来了 她的处境更难啊 她在杨州想你等你 真是受够的折磨 你若心疼她 不想让她再受委屈 那就应该拿出 明确的态度来才是啊 就是 像刚才这种情况 你怎么能装聋作哑呢 换了我 早就直截了当地 告诉花园林了 游北追到南的那个 是自讨没气儿 注定不信 游南追到北的这个 才是你真心所爱的人呢 我知道 但这种话 你要我怎么说出口呢 你们不晓得 又林一直在帮我的忙 要不是她挡着 早在元宵节之前 我们只怕已经被迫成亲了 我心里头对她 除了感激之外 还有更深的歉意 因为在她忙着游说 我们两家家长的时候 我知道她的心情 是非常矛盾和痛苦 慢点慢点 她既帮你打 又帮你游说 听起来 你们还真有点 并肩作战的意思啊 对啊 既然她肯定站在你这边 那证明她同意退婚了 那为什么还解决不了 她怎么会矛盾痛苦呢 你真的把我们给搞得糊里糊涂的 谁说她同意退婚的 她根本就要这个婚姻嘛 因为她 因为 怎么了 你说呀 她爱上我了 什么 她可以不放我的 她拥有两家家长最强烈 最坚定的支持 可是她却愿意苦她自己 反过来支持我 你们说 我还能怎么样 我还忍性怎么样 好 好 好极了 人家一说爱上你 你马上就心软 慢着不想想 当初我追青青的时候 虽然没有很露骨地把爱挂在嘴边 可我也不断地在用行动来表示 可结果呢 还不是让她用一个个软钉子 都把我给碰回来了 小心 后来看对付我这木头不脑的人 实在是不管用了 干脆狠心用大篮头一敲 这才把我敲醒了 人家可是一点也不含糊 要是心软的话 不早被我追到手了 那今天还用点受这罪吗 小心 我跟你说正经的 你少得那锅鸡没弄眼 我告诉你啊 轻轻一个弱女子 都可以做到意志坚定 你堂堂男子汉 别的没用好不好 男追你隔重山 女追男隔增煞 这话真是一点也不讲 你瞧 人家就这么一句话 就弄得你迷迷糊糊晕了 逃了你 没臭血 神流 他去哪儿啊 找地方生病进去了 你这个傻瓜大笨蛋 能跟你实验测还看不懂 拼命说个不停 想想看你刚才说那些话 他们失味了才怪他 快去啊 糟了 你太惨了 快去 谢我 为什么要谢我 因为你救了侍卫一命 他都告诉我了 听说 因此在你手背上 留下一道不短的刀疤 是不是 当时的确不短 不过 现在已经短了半截 再过段时间 可能就看不清楚了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每个人 对这件事都大惊小怪的 救人嘛 并不只是男人可以 女流之中 也不乏有勇气者 所谓 金国英雄事业 哦 我 我不知道什么是金国英雄 我只知道 你肯不顾自己生命危险 去救侍卫 那不光是有勇气 就办得到的 还有别的不是吗 难道他没告诉你 我一直在做什么呢 我尽力在说服 我们父母放了他 这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如果你明理的话 就不应该再说这些 来增添我的困扰 请你不要生气 我 我嘴真笨 跟你兜圈子干什么呢 我直接说好了 我想 像重提 在杨州跟你说过的事 今天不怕你笑我没出息 不知羞 我都要恳求你答应 让我做小好不好 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 来到北京 我才知道自己有多么天真 这豪华的门第 根本超出我所能想象的 在杨州我就说过 我不是不知轻重的人 那当然 那时候的我 多少心里还有点委屈 可是现在的我 却是心里充满了感动 因为换作是我 我也一样会不要命的去救世伟 所以我真的了解 你对世伟的感情有多么的强烈 我相信世伟也不是没有感觉的 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我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这句话重提 又是你自己的意思呢 还是跟世伟商量过的 我以为 如果我们两个弹得拢 世伟也不会反对吧 先来跟你说 是因为我要让你知道 如果你一时还不能接纳我 我可以先做丫头伺候你们 慢慢地等 等到有一天 你比较喜欢我了再说 就像婆婆跟月娘一样 好不好 你真傻 不管是做小也好 丫头也好 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 你始终是世伟的最爱 我知道 你说这些话是诚心诚意的 并非调侃 可是如果我点了头 就得以让自己 接受了你的施舍 变成一个很悲哀的人 怎么会呢 我 我绝没有那个意思 怎么办 你要我怎么说 你才肯答应呢 别说了 你什么都不用说 这事 任世伟自己来跟我说 你说什么 你要我去跟幽灵求婚 你还点头 你 还有闹我们的山崩海誓呢 我回来闹得鸡飞狗跳 是为了什么 你知不知道 华伯母一看了我就红眉毛绿眼睛 华伯母跟着从来没给过好脸色看 我家被我气得头发不知白了多少根 我娘被我急得几乎一头撞死在我的面前 这些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吗 为我 为我 就是为我把你陷入这么为难的处境 让别人看你是绝情绝义 让你父母看你是不忍不孝 所以我良心毫不安哪 真的爱你 就不该用海誓山梦绑死你 你要太自私 而且 我也没有那么好 只得你舍弃一个真正优秀 真心爱你的话又灵 不是吗 不是不是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心里面没有那个天平 你为什么非要假设有一个呢 博士觉得真的有一个 也许 现在你是不愿意承认 可我不希望在你娶了我一年或两年以后 你才慢慢承认他的存在 而且觉得遗憾 你胡说 你会这么想 根本就对我一点信心也没有吧 博士对自己没有信心 如果我是华友林 那我想 我够资格让你不喜闹翻天地争取我 但我不是啊 现在我只感到压力好大 我要怎么样让你跟所有的人觉得值得呢 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啊 所以 不如给我一个小小的角落 没有名分 没有风光都不要紧 最重要是能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当然 可能有的时候会吃点小醋 不过其他时候 我都会非常快乐非常满足的 你在试探我吗 不是事探 而是在说一个事实 你已经被他打动了 又来了 你又在那儿瞎猜 胡乱假设了 看着我的眼睛 看着我的眼睛 如果你敢说 话又里没有让你心动 一点点都没有 那我就不再逼你了 你说呀 说呀 你怎么不说 天哪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嘛 硬是把我塞到别人怀里去 你好大方好慷慨 所以舍得把我拱手让人 是不是 是不是嘛 不是不是 我不是要把你让给他 而是要和他共同拥有你 因为他动心 是人情之常 他对你这么好 如果你对他还能狠心伤害 那你就不是我所喜欢的侍卫了 我对你这么了解 你的心那么好 当初对不认识的我和小草 都能拔刀相助 怎么可能对话又离残忍绝情呢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根本不需要有罪恶感 我们三个人一开始就注定要牵扯在一起 就像老爷 婆婆跟月娘的情形一样 他们之间虽然有冲突 有酸也有苦 有矛盾 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受了伤 另外两个人也不会快乐的 对不对 现在他们很圆满地生活在一起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也选择同样的路来走呢 不要有谁受伤心思 不要有谁对不起谁 这又不是很好吗 我可以胜忠吗 可以胜忠吗 可以吗 你可以的 完完全全可以的 有灵 有灵 瞧 我发呆发得出了神 你来了我都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说出来会觉得蛮荒谬的 不过请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诚意 我愿意履行我们的婚约 你愿意吗 能不能告诉我 清清是怎么样说服你的 一定要问 你要让我相信你有诚意 就得说出来让我相信呀 老是搞得愁云惨雾的 你我都辛苦 又尽是折磨老人家 于心又不安 不如皆大欢喜好了 我想我们三人经过这么多的折腾 现在终于可以彼此容纳 彼此相爱相惜了 原来你对这件事情完全不接受的 为什么会改变呢 以我的个性 我对人生的看法 对感情的看法 我是不能接受的 可是现在我改变了 我不想因为我的关系 让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 为什么总有个原因吧 原因原因 好 我告诉你什么原因 因为你的勇气 你的风度 你的善良 你的刚柔并进 你的豪放不羁 你的一切一切 都让我为你心动了 这算什么嘛 你看清清联手逼供是不是 是 怎么了 谢谢 我很好 想不到 专情如你 兼真不宜如你 也有为我坏又灵而动心的一天 你不知道 你这一句话 对于我有多大的愤怒 原来我也有地方 可以和亲亲相提并用 你这算是调侃吗 不是 我的眼泪可以证明我绝无此理 你刚才所说的都是真心话 关于 为我动心 百分之百的真实 幽灵 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实在是叫人难以抗拒的 毕竟我只是个凡人而已 何况亲家 何况亲亲又千万百计的说服呢 是你难以推辞她的好意 终于决定想其人之福 我这么诚心诚意来跟你商量 你实在不应该挖苦我的 好一个亲亲 我终于服了她 好 不开玩笑了 这件事回头我们各自禀报家人 然后找一天 你到我家跟我爹想谈婚事的细节 一切由我爹做主吧 好 因为过几天 也许我要出城一趟 去办些事 哎呀 我先召щ hart 怎么捅 出席 你 你 你 救护你 哎哟 快屁 走 傻了 哥 你有没有看见蜻蜓和晃老师啊 没有 没有 那咱们就去那边找找吧 嗯 来 找找 你们来得正好 去教师就别洗衣服了 他就在那儿 你不会自己去跟他说啊 他得生我气嘛 物理人也不说话 你让我怎么办呢 阿瑞 阿瑞 摆脱了 摆脱了 小组组了阿瑞 帮我忙啊 快叫他停走 他将来是要做少奶奶的人了 这么冷的天 可别把手给动坏了 快 快去 快去 学长 学长 我跟你说 你们跟他说 不让他掏去我的手 我才没什么做少奶奶的命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 快跟他问他什么意思 我请问你 意思很简单 就是我不嫁他了 就是我不嫁他了 快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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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嫁我了 我不可以 快跟我说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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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说 要我嫁他 除非从头追起 为什么 他自己说的 你追男革层山 难得就迷迷糊糊晕了头 多没出息 好 既然如此 我就让你来个 难追你革层山好了 不只是革层山 是无数重山 这样会有出息了吧 不要了 那我是追长度的人 这你还不知道吗 可梅之兰的想到哪儿 他就说出来了 没想到说着无意 听得有信了 对不起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不是人 我该死 我不是 我下回一定多得意 我不敢了 好不好 我不是活过瘾了 您就饶了我吧 我下回再也不敢了 过来帮我求情 你 你刚才说什么来的 我的天哪 总算笑了 这么大了 你的天 看看你把我急的 真都是好 好 想凉着是吧 咱们一块儿 咱们去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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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挺热的 那天还转瞧 不 está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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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 往前 天热 凉 天 这群人真是怪得紧 达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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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不必为我跟幼灵的事 操心费神啊 整个下午 我和她还有清廷三个人 开诚布公地肯谈了一番 结论是清廷愿意退居第二 而我和幼灵 就听听你们的安排 择棄完婚吧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这才是 这才是 太好了 娘心头上这块石头 总算落了地 真是开心极了 你说什么 清廷是在迎亲的过程中逃走的 是啊 原来有个姓胡的财主要受她做小 没想到 她居然从大花轿上跳下来逃走了 还带了林家的一个孩子就是小草 这张子是啊 整个东山村人静街均 我问了几个人打听啊 说辞也大同巧意 我就觉得不对劲儿是有蹊跷 这才叫老罗去打听打听 可没料到居然会打听出这等事来 是为她知不知道吗 一定是被蒙在鼓里 否则明知有如此不光彩的记录 还会舍又灵而要清清的话 那可真是叫鬼迷了心窍 糊涂透顶了 幸好她迷途知返 终于答应童又灵澄清了 不过她是预备将清清收访的呀 本来这道也无妨 只要她是清清白白 规规矩矩的 我倒也是不反对 可是现在 现在免谈 你说 她们家还与其个什么人 哥哥嫂嫂 好 明天一大清早 你再跑一趟 找到她的哥哥嫂嫂 叫她们立刻来 把清清给我带出去 是 是 这些说法 才能 在我上的 有什么 你一定会 只有 来 她说 你自己打的 因为她说 你自己打的 你自己打的 我自己打的 你自己打的 你自己打的 这些说法 师徒庆叛上 少爷 老老是什么事 清廷姑娘的哥哥嫂嫂来了 你有跟你哥哥嫂嫂联络吗 我 没有啊 姬姬 这怎么回事啊 他们怎么会找这来呢 他来捉我们的是不是 我不能被抓回去啊 不然你哥哥嫂嫂 又把你嫁给那个胡老爷 那怎么办呢 大哥会救救我们呢 别怕 别怕 一切有我在 只管放心 任何人也别想把你们从我身边带走 老爷 太太 我就是清廷他哥哥都打有 这是我那口子 老爷 太太好啊 清廷 清廷啊 你可把哥哥和嫂子给吓死了 你可把哥哥和嫂子给吓死了 人去哪儿了不让我们知道 人回来了也不让我们知道 人回来了也不让我们知道 好歹我们也是一家人 难不成你真要记恨我们一辈子 今天本身就要记住 我们要记住 乖 他已经去哪儿了 你看 我给你 孟太太 叫我們來吧 對 對 爹 娘 你們這是幹什麼呢 私底下對清清做身家調查呀 你們有什麼疑問可以問我嗎 我會想想細意地跟你們解釋 她是不得不逃的嘛 什麼 來不成這事你都清楚 卻瞞著我們 你 你真是 好了 好了 現在不跟你啰嗦了 既然清清有家又有凶嫂 那麼現在理所當然的 她應該回到她自己家裡去 不行啊 當初她就是被她哥哥嫂嫂所逼的 現在怎麼可以再讓她回去呢 萬一那個胡老頭又不甘心 要她履行婚約那怎麼辦呢 爹 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 說穿了 清清根本就是人家的淘妻呀 對方要是認真追究起來 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你別再糊裡糊塗淌這個溫水啦 哎呦 老爺 太太 你們愛迪打聽我的過去 因此更加嫌棄我 討厭我 這我可以理解 對於我的過去 我自己都因應為恥 你們要趕我走 我也不意外 只要你們跟我說 我就會走的 我不會在這兒撕皮賴臉 為什麼非要禁止我哥哥嫂嫂 叫他們把我抓回去 你們一定要把我推回火坑 叫我去做胡老頭第四個姨太太 這樣才確定我不能糾纏四位 是不是 哎呦 不會吧 沒那麼嚴重啊 胡老頭太太 你聽我說 我們家親親親是從大花轎上跳下來逃走的 又沒圓房 怎麼算是逃妻呢 現在拿你們家和那胡老頭一比呀 哦 你頭髮 親親 你還真是逃退了 大嫂 瞧瞧你們家少爺 不比那胡老頭 不搶上個千百倍呀 雖然同樣是給人家做小 我們還是歡喜不同你們攀這門親啊 大嫂 人家都要趕我走了 你還在這兒不散不死胡說八道 我哪裏胡說八道了 我現在幫你說好話啊 大哥 對對對 我老婆說得很是啊 老爺太太放心 那個胡老頭啊 不難打發 他眼睛裏邊把那錢看得比命還重要呢 所以呢 想問老爺借幾個錢 我立刻就就把這事給擺平了 大哥 你還敢跟人家要錢 你說 需要多少錢 快說 三百塊 就三百塊 老羅 快去帳房拿錢 不可以 怎麼不可以呀 為了你 我們跟胡老頭欠了一屁股債 現在請這位親家老爺幫幫忙 這有什麼不可以的啦 你還說還說 連都給你丟盡了